同志 您就吃点吧 你看看你们怎么这么吃 真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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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一个 吃一个吧 拿着 来 同志 同志 吃一个 谢谢老乡 来 你也吃一个 老乡 我真的不吃 谢谢 不吃 你就吃吧 知道你们来 我先蒸的 再不吃就凉了 不 大叔 我真的不吃 吃吧 可是 你不吃 俺说信你过不去的 就是嘛 好 谢谢大叔 不信不信 慢走啊 这道外景真好 这道外景真好 吃吧 老韩 雪莺 你还好吧 怎么样 总部首长都安全吗 除了参谋长和彭雪芯政委 其他首长都跳出鬼子包围圈了 太好了 好 彭政委 参谋长的伤势严重吗 马克斯他老人家说了 说我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做完 现在他还不收我 放心吧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没有生命危险 那就好 八路军同志啊 来 趁热吃点东西 不了 谢谢 谢谢 不了 大叔 同志 吃点东西吧 不了 不了 来来来 大叔 我不饿 您留着自己吃吧 谢谢 自己吃吧 来来来来 同志 吃点东西吧 我不饿 给其他同志吃吧 多上吃点吧 不然打鬼子没力气 来来来 同志 吃点饼吧 我不饿 大叔 您自己吃吧 你也是被老相救下 在这里养伤的 是啊 突围的时候手伤掉对了 哦 是这样啊 伤好些了 哦 好多了 我看你衍生得很 你是哪个部队的 你应该不是我们 左部机关部队的吧 我是卫生队的 哦 难怪呢 卫生队和后勤部门 比我们提前一天转移 你们在哪儿和鬼子遭遇 汪廷 海长叫你呢 哎 来了 海长找我 我先去一下 嗯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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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撤 撤 追 谁叫追击 不要中了巴勒的轨迹 他们已经被我们咬住了 根本跑不掉 不 我们从白铁追到现在 他们总能轻易而快速地逃脱 这是一支小分队 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带我们兜圈子 报告中途阁下 严宗四郎大佐 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 什么位置 向南五十里 李村 迷离不对 全速奔系李村 韩叔 找我啥事 也没啥事 我这事啊 也不知道该不该汇报 算了 我还是别打扰你们了 韩叔 看您说的 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有什么事您就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家住的那个伤员呐 说是总部卫生队的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说话也不像本地人 可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就是有点说不上来 是啊 还有一个女同志 叫小鬼子给糟蹋了 到现在啥都不肯说 女同志 这样 带我去看看 好 走吧 跟我走 好 你不属于这里 所以 我要带你回家 你的家在日本 明白吗 回家 对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为了找到你 我已经付出了很多 你是我大和民族的女人 是我严慵死狼的女人 你不该在这个肮脏的地方 跟我走 我带你回家 回家 我带你回家 跟我走 我还有礼物送给你 听到吗 澄澄停了 催宝城他们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我也有些担心 好像有些不大对头 玲瓏 房门什么时候打开的 不知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好 浩铭 你怎么来了 韩叔说 他们家有个伤员很可疑 我过来看看 你当成的 不要 看着 你还会 rum 看着 试试 哎呀 我觉得是 不能あィ 谁要是敢进来 我就一枪打在炸弹上 大家一清完贷 白鹤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别害怕 我在这里 我和你在一起 于昊明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你根本不配当一个男人 野宋四郎 你太卑鄙了 有本事你给我站出来 剑刀 你这个该死的八路军地下党 有胆量就进来 怎么 你怕了 剑刀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 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吗 好极了 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 快点想想办法吧 想想怎么救出你的心上人 你不是很有手段吗 打杀帝国军官 歼灭挺进队 破坏帝国C计划胜战方案 现在不过是个女人 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把她救走的 来吧 重手啊 不要 不要 站在那儿 别动 对了 都不要动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等着我们帝国军队一军 揭灭八路军总部机关吧 那身上扎响的 将是帝国凯旋的礼炮 韩队长 发现大批鬼子 快速向我们靠近 韩队长 韩队长 撤 带着波队快撤 走啊 撤 带上所有的伤员和老百姓 快撤 小鬼子 大叔 也不得好死 快走吧 大叔 大叔 你 走啊 你 你 你 小鬼子 于昊敏 我知道你枪打得很准 每一枪都会集中对手的眉心 开枪吧 我会看着你的子弹 穿透我的头颅 但是我不敢保证 我的手指不会惊乱 带着百合一起离开这里 也许让你眼睁睁地 看着它跟我死在一起 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 对你来说 一定是一场噩梦 开枪吧 我怕是 天涯海角 我一定会找到 是他 还是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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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将军阁下 前方箭保 您 我军108使团在十字岭大败八路 八路窥败逃散 敌第十集团军总部及北方军渔部 正往西北方向逃散 我军三十六使团在西北方向围剿 但未见八路 业子业务的挺进队怎么样 说吧 什么样的结局我都能承受 将军阁下 以死也无的挺军队 全军覆没 义子军战死沙场 将军 你们不要太悲观了 我们还有机会 是否悲观 不在于你失去什么 而在于你 是否悲观 怎样对待已经失去的东西 一切都是因为你 剑刀 没关系 大小孩儿没事了 大小孩儿没事了 不来报告 进 参谋长 老百姓和商员已经彻底走不动了 崔宝城送来消息 鬼子在我们后面也就百事来临 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 后果不堪设想 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左右两侧都是悬崖 想翻过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前方真长了吗 前面是大鸣鼓 崔宝城之前吸引鬼子在那干了一仗 但是他目前尚未归队 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不行 不能等得太久了 十分钟之后 部队触发大鸣鼓 是 怎么了 皇爷长 之后发生了什么 后来 我们把他背回韩淑家 给他擦干净身子 熬药给他喝 再之后 就没听见他开口说过话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但至少人还活着 活着 就有希望不深 是 奈何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是 二路 射击 二路 射击 坑 二路 六路 二路 射击 一路 六路 三路 五路 四路 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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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别动 别开枪 射我 把枪放下 就你一个人 我早就习惯一个人了 怎么 有问题吗 这是鬼子的搜索小队 大部队在离这儿不到五十里的山岗下 快走 走 张铁城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那能啊 我知道你们八路需要我的帮助 好啊 这就是真正的联合抗日统一阵线嘛 什么情况 我们一路不断地骚扰鬼子 带着鬼子大队围着大山绕圈子 没想到的是被鬼子搜索队盯上了 是张铁城把我们救了出来 这家伙不简单 一个人在鬼子屁股后面打伏击 那真是百发百中 现在情况是这样 我回来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鬼子头一子野武 让老子给崩了 他们那个什么挺进暗杀队 彻底完蛋了 想啥呢 我看见百合了 是吗 他在哪儿呢 他在燕宗寺老手中 他在哪儿 我去给你追回来 还愣着干什么 自己婆姨没了 你还待在这儿等着鬼子给你送回来呀 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但是现在我必须把队伍带出鬼子的包围权 扯淡 你不去 我去 你去哪儿 你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吗 你到哪儿找去 那也不能在这儿看着 我不能撇下这么多的伤员和老百姓不管 八路军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战友的 老子不是八路 用不着听你们的调遣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任务是打滚的 我们的任务是打滚的 是把日本军练者赶出我们的家园 打仗死几个百姓的是正常的 为什么让他们拖不对的后腿啊 这正是国军队伍和八路军队伍本质上的区别 也是国军为什么不能战无不胜的真正原因 是 搜索队应该是发生例外了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消息 枪声来自西南方向 那里都是山崖 八路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境 他们想翻山奔向石灰摇 不 美丽部队地毯是推进 技巧化十三连队 逃进两翼山林十分钟速射 把他们给我轰出来 我们的阵线已经被拉大纵深 那样 八路后撤的必经之路 我们会输于防范 不 留下一个小队注意 我坚持认为 八路不会奔下那里 行的吧 是 你说得对 你不是八路军的战士 没有义务在这山里 跟着我们兜圈子 现在部队行动迟缓 又有伤缘 很难摆脱鬼子 你一个人行动会方便很多 逃出去吧 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 现在想把我甩开了 当初有本事别求我呀 我还告诉你 老子绝不会做这种 半路里要挑子的事 好不容易有鬼子打了 我还赖着不走了 这里真的很危险 废话 还有你说呀 你们八路总干这种危险的事情 兄弟 你听我说 行了 你还是听我说吧 我 放开 快起碰 快演哪 快演哪 快演员 快演员 放下 喝茶 stable 快演员 放开 放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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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赵超武一直在跟踪你们 我丢他一天一夜跟丢了 他是不会死的 我不怕小鬼子的大部队 但是要想穿越鬼子的封锁阵 就必须先干掉这个隐藏在角落里的家伙 你有什么好注意吗 没有 但是我知道 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必经之路 把手打的黑架 你们看 除了藩帅 这里 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什么 走山路奔石灰啊 不行 这太危险了 目前 对我们部队构成危险的 不是鬼子的铁龙围剿 而是这个杀手 俗话说得好 鸣枪易躲 暗箭难防 鬼子在明处 部队分散出几个小分队 就能够穿越鬼子的封锁区域 而赵上武一直处在暗处 不除掉他 对我们来说将是最大的隐患 这也是为了让部队 能够快速脱离鬼子的包围权 唯一有效而又可行的办法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天黑 晚上比白天 将会延长他一定的判断时间 好吧 记住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 按照我们现有的人员和武器配备 一旦在山路 与鬼子大部队遭遇 部队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明白 坚决完成任务 温哥 20年轻转 男嘉宾 2 1 4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一千两百米 还有一千一百米 一千米 你现在开墙 对方最多是个擦伤 如果你还不放下武汤 我可以肯定的是 你肯定不是擦伤那么简单 九百米 我不会等目标 接近八百米内再开墙 你不想不说再见就走了吧 于昊明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我找你也找得好辛苦 投降吧 完蛋了 快快 跟上 小心啊 想想都跟上 快 大家动手都快点 小心啊 老乡 没有说话 首长不能再往前走啊 快 快 太危险了 我们要相信剑刀 继续向前 我根本救不了他们 遗憾的是 第一个倒下去的 会是你 一直 保护首长 快隐蔽 快 快 快 照顾时长 保护手长 保护首长 还回 剪刀 没想到余昊明竟然是隐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 你居然背信弃义 将枪口对准你的国人 你他娘的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汉牵走狗 你给我闭嘴 如果你的亲人被别人挟持 你会无动于衷 你会不管他的死活吗 我不想让我的妻子死 我一定要救他 为了一个人 你就去屠杀那么多的无辜百姓 你这不是在救人 是在出卖你的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上 叫我 叫我 你 参谋长 总部回殿了 情况如何 一二九师再次摆脱日军围追堵截 约过长寒线 正向离城方向运动 日军三十六师团已被分割在太行山一线 无法组织有效进攻 好 太好了 只要我们和总部一会合 日军的C计划就彻底完蛋了 应该把这封电报给北野次郎也送去一份 问问他还有没有什么B计划 D计划一类的 我们好接着跟他干嘛 走 怎么还板着脸呢 赵尚武那个叛徒已经被咱俩收拾了 我军弟兄们的仇也算爆了 危险解除了 值得清和呀 没那么乐观 现在 伤员和老百姓让整个部队行进缓慢 如果不能从鬼子的缝隙中穿插过去 一旦鬼子扎紧口袋 我们生还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 你这把尖刀那么锋利 到哪儿都能给鬼子的口袋捅个窟窿 中村阁下 八路总部电台在接受电报 什么位置 幸好异常清晰 应该就在附近 明明不对 请战斗对行 搜身 老乡 小心脚下 老乡 小心脚下 老乡 没事 没事 老乡 没事 谢谢啊 这样 咱们轮流杯 老乡 好 大娘 来 上来吧 老乡 隐蔽 老乡 快隐蔽 隐蔽 快隐蔽 快隐蔽 隐蔽 快隐蔽 隐蔽 老乡 快隐蔽 隐蔽 怎么回事 大前哨的小分队 意外撞上了鬼子搜索队 吴云龙已经和鬼子交着火了 鬼子有多少人 不清楚 但是在我回来路上 左右两侧出现了小谷鬼子 大部队应该就在附近 不能在这种地方喝鬼子应聘 他们会躺过来的 这样 隐蔽成 你率领一排强山山头 机关的同志带领伤员和老北京上山 盘动 到 你带领警民队后 严防鬼子从背后上 其他人跟我一起上前顶住鬼子 参不成 你有伤 还让我上吧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追击命令 同志们 跟我上 三排 跟我来 走 在山顶找一个制高点 用你的狙击步枪 打鬼子的指挥官和机枪手 让他们失去指挥者 明白吗 明白 快撤 快撤 鬼子的大队从后面押上来了 韩兔的捷卫营大部分是短枪 坚持不了多久的 你们先撤 我也有过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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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带着大部队赶快突围 当年鬼子脱村的时候 全村一百多狗 就活了我一个 你们让我死的没有意义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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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快车 快车 鬼子围上来了 走 杀死他们 杀死他们 撤 杀 杀杰杰 你还在等着吗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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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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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铃压制 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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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 屋 或 驾 驾 驾山头 护车一百米 撤 护车 快 归时大部队很快就会繁起冲锋 不准连战 退马场 打 带一个班 去找后车路线 是 盼东 盼东 打 带来向远郊老百姓后车 跟上退马场 是 放 将军阁下 我把白鹤带回来了 白鹤 我知道是于昊明绑走了你 让你脱离了我的保护 你是委屈了 怎么回事 据我判断 他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 应该是十亿了 十亿 不记得任何事情 谁都不认识了吗 应该是这样的 我问过他很多事情 启发他回想往事 哪怕是一点点片段 但都没有结果 从我见到他的一刻到现在 始终都如此 白鹤 带他到医院 我认最好的医生 给他做最好的治疗 是 将军阁下 白鹤他 命令长植城守军 马上向黑风口聚集 武速增援 中村大队 其余各部 这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十十部 实行全面合围 一定要将他们消灭在太行山上 城那周军 这样一来长植城门户大开 涉嫌县城目前尚在八路手中 两地相聚不过一百多公里 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我们就无路可退啊 是 是 时期的 我要加北都回来 被撤 与甲大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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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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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